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鸡厂英伦》 来到了英国五个多月 终于有时间坐下看看自己的数捕 见到这么多开支项目 有点滴汉之余 也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与大家一样 我们出发之前 都看过不少人分享他们在英国生活的各种生活成本 有些说到比较贵 有些说得比较便宜 而我们经历了这五个月之后 发觉当中的差异都不小 就算有明显出入也好 大家千万不要怪这些分享经验的朋友 因为生活开支真是因人意义 与你的家庭结构 生活习惯 甚至与你的性格都有极大关系 今天这段片我希望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 让大家知道 好像我们一家四口 来到雷丁这里 每个月的基本生活开支是多少 第二 就算你与我的处境很不一样 我也希望给大家一个概念 如何去推算自己在英国这里的基本生活费 第三 综合了我们这几个月的经验 有些什么生活上的省钱感囊 大家可以参考呢 好 我们尝试系统点去说 我们将生活开支分成三个大旅 第一 必须的开支 这些费用 无论你的生活方式是怎样 每个月都要缴交 包括水电煤 宽频上网 Cancel Text TV License 食物和日用品和手机的费用 第二类就是重点开支 这些项目是因人而异的 差距亦都可以很大 就说住屋 如果你是自治物业 而且是一次过付钱 那你每个月的住屋成本 基本上就是零了 如果你是租楼住就要付租金 另外如果你住的地方是有管理公司管理的 好像雷丁的Connect Island 你每个月都要缴付一些管理费 交通方面 如果你是要养车 和只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去比较 支出可以差很远 而养车亦都牵涉很多其他成本 除了汽油之外 还有保险 路税 年检 以及保养的费用 甚至听过有些朋友 他真的很省钱 他亦都喜欢上网 超市都是订送货 基本上他平时很少出街 不需要养车 亦都很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这样他的交通支出真的可以很少 第三类我会称为未计入的项目 这些项目都很视乎你的家庭结构 你的生活方式、习惯等等 有小朋友的话 小北面会有一些书保文具、玩具的开支 另外每个人对于娱乐、消遣 和衣服鞋类的支出都可以很不一样 我们也暂时说不到太多 有关娱乐和买衣的这些支出 因为过往这几个月 英国都是封城状态 基本上出外消费的机会不多 而我们看回 带过来英国的衣服鞋物都不少 所以暂时都没有需要再去添置什么 除了小朋友上学的校服 另外还有保险的支出 包括一些你在香港买开的人寿保险 住宿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还有就是在英国的一些医疗支出 而到复后有其他不同的一次性支出 包括买家庭、买车等等 这些大家都可以因应自己的情况去计算一下 然后就仔细地去计算一下每一个项目 必须开支 我们是可以深入点去分享的 因为都在这里住了几个月 这些项目都是佔据了 每月基本开支的一个比较大的比重 所以大家如果想省钱的话 就要在这些项目想想办法 电和煤方面 大家都看过我们之前的影片 知道我们用近一间绿色能源公司 叫做Octopus Energy 在这里分享我们最近的一期账单给大家看 由6月9日到7月10日 一个月的时间左右 我们的支出是多少 大家看看最下面那里 电方面是总共47磅左右 煤方面就是18磅多 看看右手边大家有见到 它帮我们推算的全年总用量是多少 电费一年估计是470磅左右 煤气就是438磅多 大家都看到了 夏天的时候煤气支出是比较少 而它全年的推算都会计算 你冬天的时候 会使用Central Gap Sheetting的支出 电费支出就相对平稳一些 又给大家看电费和煤气费的Unit Rate 大家看到原来电费的每单位收费 是贵过煤气很多 所以可以给大家第一个省钱感浪 就是省电的功效 会比省煤气明显多很多 另外又给大家多少少概念 我们全年的电费煤气费 估计是900磅 究竟我们是一个如何生活方式呢? 我们一家四口 住在一个半独立屋 大约1000尺左右 我觉得我们用电和煤气都是正常的 浪费也不会特别省 因为没有冷气 电费的支出主要是开灯、电视、冰箱、烤炉、 烤炉、猪烤炉、煤气 煤气就是煮食炉 以及Central Gas Hitting 夏天一定不用开暖气 而主要都是热水洗凉 又给大家第二个省钱感浪 是有关煤气的 这两三个月 我们大约每两至三天才开着煤气一次 等它煮滚了那缸热水之后 基本上跟着那两天 仍然是可以足够给你一家人去冲热水 即是说你不需要每天都开着煤气 这样是会省到煤气费 而我们这两个月用了这个方法之后 发觉煤气费真的会便宜了 补充多一件事 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支持环保的话 这间Octubus Energy都很值得你去考虑 它们采用100%的绿色能源 而在帐单里面它又会告诉你 每年你可以帮忙减少地球 多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有兴趣专用Octubus Energy 又想得到50磅推价优惠的朋友 请你们传email给我 我的电邮地址可以在影片描述那里找到 供水方面 我们就是在用Tames Water这间公司 最初的时候 它估计我们全年的水费大约是306磅 但是看回我们最近一期的账单 每个月的水费开支是52磅多 虽然比它估计贵了很多 但是我又觉得合理 因为我们一家四口 一日三餐都是在家里煮 过往这几个月也比较少出街 欢频上网方面我们正在用Virgin Media 现在的收费就是每个月24磅 接着谈谈Council Tax 交这些市政税的作用都是支付一些公共服务 而我们现在交大约每个月是180磅 另外还有TV License 电视牌照税 一年是交近159磅 大家可以除开12个月去计计 接着谈谈一个很主要的支出项目 就是你的日常食品和日用品 可以和大家看看Numbio 这个网站 它都显示在英国每个城市的一些基本生活成本 就以雷丁为例 它显示的资料都是准确的 譬如我们去超市买一瓶奶 如果是一公升那些都真的几十匹就买到 另外可以讲下大家习惯吃的Jasmine Rice 每kg磅多应该都是差不多 我们在超市买的都是5kg 一包装 大约都是6磅左右 大家在图里面都见到 每个材料都有一个价格 譬如说牛肉 由5磅到21磅1kg 都有 这个的确是 我们会觉得在英国生活 真是封剑游人 你有很多选择 有便宜有贵 好视乎你的口味和选择 如果想省钱 的确有很多便宜的选择 以下的片段就给大家看一看 完全是省钱之选 大家看看这些热热便可以吃的 耳粉、通粉等 肉酱耳粉 是0.69磅 还有甜酸鸡饭 都是0.69磅 在家自己煮的硬水 煮完之后 水面都会有一层东西 锅底有些沉淀物 如果喝不惯 就可以来超市买瓶装水 2公升 大家猜猜多少钱 17匹 另外面包也值得吃 1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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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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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肉類一定是最便宜 冰鮮雞 2磅多 10幾件雞上比3磅6 10件大雞鎚 1磅42 不用說了 在英國吃薯仔最便宜 94p 2.5kg 20幾個小小薯仔 而我們自己的情況又是怎樣? 我覺得我們上下拉雲計 都是一些中價的選擇為主 肉類水果可能會講究少少 其他東西我們都是選一些便宜的為主 大家現在看到的都是一些 我們日常會去的超市 究竟我們一個月的食品和人用品支出有多少? 看回我們6月份的紀錄 合計大約是600磅左右 大家要知道 我們基本上一日三餐都是在家裡煮的 連同兩隻學雞 平時上學大的Pack Lunch 都是學媽幫她們一早起床煮的 在這裏給大家第三個省錢錦囊 就是不一定貴的東西 一定會好吃些 好用些 大家真的要樣樣去試一下 看看在哪裏賣的哪一種食品 哪一種用品 最適合你的心水 例如說麵包 所謂貴少少的片裝白麵包 都是磅幾有交易的 但我們又發覺在馬沙買的69P白麵包 是又香又好吃 所以不一定要買貴的那些 我們會看性價比多 比單單看價錢 例如在Costco買的東西 一般感覺都是免價會貴些 但要留意 他們通常買的都是一大批 除開每一刻去計算 可能與其他超市買的差不多 而他們一般的食物質素都是比較好的 例如牛肉這樣計算 學媽比較喜歡吃 在Costco 買1kg 牛肉 都要20多磅 而它的味道真的不錯 另外就是水果 例如說一個西瓜 一般超市可能1磅1磅半 都買到一個小小的 Costco 賣4磅一個 但是很大的 而且真的非常好吃 我們最近都試過 值得推介 既然超市支出佔最多 在這裏又給大家第四個錦囊 大家可以考慮入會 每一個超市都有一些積分計劃 長遠計劃 都會幫大家省到一些錢 另外大家又很好善用TopCashback 因為久不久都有一些很大的Discount 給大家 無論是新會員 或者是送貨服務 Click and Collect 都有不同時候的一些折扣 最近見到Sainsbury有20%的TopCashback 提供給使用Click and Collect服務的新會員 其實真的非常吸引 如果你有興趣申請成為TopCashback的會員 可以在影片描述部分 按我們的推介連結 那你就可以即時拿到5磅的新會員優惠 接著說到手機月費的支出 之前也有影片跟大家說 我們是用Global SIM服務去保持香港號碼 收費只是4元港幣一個月 非常值得用 而在英國這裡 我們就是用GifGav的電話卡 現在學媽、鍾小姐和我 都在用GifGav的10磅月費計劃 當中包括11GB的數據用量 和無限的通話和短訊 還有我們最近發現 原來用GifGav打長途電話回香港 只是收緊3P一分鐘 即是港幣3毫一分鐘 非常值得用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按我們在影片描述的連結 去訂一張GifGav的電話卡 手續非常簡單 而且可以獲得5磅的回贈優惠 接著就介紹一下所謂的重點開支 租金方面大家可以看看Lumbio的網站 它這裡顯示了Apartment的費用 由900多磅到1600多磅都有 而據我所知 如果大家想住一些terrace house 或者semi-detached house 三房來計算 大約都是1100至1500至1600磅左右 如果你住的地方 是有管理公司提供的服務 那就每個月要交管理費了 交通費方面 如果是公共交通 Lumbio網站有顯示到一些巴士 或者的士的費用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養車的話 有一些費用是好視乎你的車是怎樣 例如汽車保險 路稅 連檢和保養費用 而比較多人關注的就是汽油支出 在英國 電油和柴油的收費差不多 大致上都是每公升 磅幾左右 而不同油站的收費 都有一定差異 如果想省錢 大家又可以參加 不同油站的一些積分計劃 其實要省減燃油成本 除了看汽油售價之外 很關鍵的就是你的駕駛方式 盡量保持低轉數行車 應該就可以省油一些 又分享我們的汽油支出 我現在駕駛的是一架 2.2公升的茶油車 平均去計算 每公里的燃油成本 大約都是1元港幣多一點 我覺得是很值得用的 在這裡給你第五個省錢錦囊 就是規劃好你的行動路線 譬如說 每次你去接小朋友放學 可能會途經一些大型超市 那你可以順道買東西 而超市來說 一般都會有油站在附近的 順便入油 那你就可以一次過出車 去完成幾個任務 最後說一些未計入的項目 因為每個家庭的差異都可以很大 例如說小朋友要用的 書本文具、玩具等等 兩位小姐來到英國之後 都有買少量 但是因為學校不需要他們買教科書 很多東西都是學校提供的 所以這方面的支出很有限 剛剛有提到 娛樂消費、衣服、鞋類 這些都是因人而異的 暫時來說 因為封城影響 我們在這方面的支出 都是沒有多少 保險方面 由於NHS已經生效了 我們也陸續取消一些 香港之前買下的保單 至於應該保留哪些保單 應該取消哪些 就視乎你對於保障的需要 或者輕鬆些說 如果你以往有買開 供給小朋友將來升學用的 一些儲蓄保險 似乎現在就不再需要了 因為他們已經在英國留學 醫療開支方面 就視乎每個家庭的情況 亦與年紀有關 而在英國這裏 其實很多醫療開支 都可以由NHS的公共服務提供 今集主要想說的 都是一些每月經常性支出 到步之後的一次性開支 例如買屋、買車、買家具 就不在這裏跟大家討論 最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移民英國之後 面對的環境轉變很大 除非你是跌心水退休 否則我們既要開源 亦要折留 善用資源 資慳飾檐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始終覺得 路是人走出來的 只要大家懂得 因應自己的情況 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有什麼困難都可以一一克服到 祝福大家 都過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生活 有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或傳email給我 亦都非常歡迎大家 隨意地留言交流互動 最後多謝大家支持學雞頻道 請記得訂閱 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和給like我們 我們很快見 拜拜